女生的話我就不會答應 就是就會覺得說 你是出來比賽的還是說 認識女生啊還是幹嘛 對對對 我覺得我們出來比賽就是 把我們選手的本分做好 就是上場就是會一直維持 保持著很有氣勢很有自信 那在更關鍵的分的時候 我們會激髒啊還是說吶喊這樣 對 就是會更激動一點 那我覺得我從國小到現在都是一樣的 一定會有很多喜歡 那這個就是我的風格嘛 我就做到最好給大家看這樣 所以會繼續喊下去的意思 對 一定會 喊到什麼時候 喊到肖像 喊到我退休 有這招 你在一個很專注 在球場上的時候 你也不會享受你的動作多麼醜 對 那就是 反正鋪啊 救啊 我就是不要讓它落地 如果10顆裡面有一顆 可以贏的話我會覺得值得 有很多泰國的選女喜歡嗎 對 就是到每個地方吧 就可能東南亞會比較縮緩一點 泰國就是他們會 在我們走出球場之後 他們就會 我一過來說要簽名啊 拍照 你會跟女生朋友出去嗎 其實我不會啊 那你都想聚集一點 其實我也沒有很多這種感覺 不然你問男生好了 不要一直講女生 好 昨天懲罰 就 我阿嬤在我 我在今年的時候 就是從房間 拿出一對襪子 其實那個襪子是我大概 兩三歲的時候的襪子 我現在比賽就會一直放在我的球袋 對 那像是阿嬤 我奶奶 我爺爺 過世的時候的那個收尾錢 也都是會放在身上 喔 這個 因為我媽媽的10年前也是射箭果的時候 那我就找一個 可以有意義心的 就是女弓箭手 這個代表 我媽媽的這個含義這樣 我打球 我要 我拼 我就是為了 我的家人 那 我的想法就是 無時無刻都可以 為了他們努力 然後 這樣看一下 提醒一下自己 對 就是隨時都要好好加油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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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